2019川商发展大会开幕式继川商发展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26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罗荣怀 同为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等知名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大会邀请了即内外川商以及在川投资或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商协会和机构出席 涵盖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知名跨国公司和行业领军企业 本次川商大会共签约项目465个,签约项目总额3227.65亿元人民币 6月25日,万达集团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与四川省政府需签战略合作协议 在已完成投资1600亿元基础上,再投1100亿建设三个文化旅游项目 顶级国际医院、国际体力赛事和新建20个万达广场 万达集团董事长、川商总会民运会长王健林在开幕式上表示 万达在四川投资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他保证会继续支持家乡发展 截止目前,万达在四川已完成投资达到了1600亿元 加上此次新增的1100亿元投资 四川已经成为万达集团在全国投资最多的省份 四川不仅是万达投资最多的省份 也是万达捐赠最多的省份 这些年来,万达在四川的现金捐赠约5亿元 仅2008年汶川有二大迪证 万达现金捐赠达到了3.26亿元 在全国企业全本中连续 作为2019川商发展大会重头戏 2019天赋论坛于26号下午举行 川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庸豪表示 广大川商将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机遇 不忘初心,继续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的规划是三年内投资超过500亿 为四川经济的在上台阶 做我们新希望集团应有的贡献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作为川商总会会长 我们能联系更多的川商 加大在四川的投资 在论坛现场 王健林表示 希望新时代川商要多一点理想 少一点安逸 多一点创新 少一点勾兑 多一点勤劳 少一点麻将 多一点善事 少一点伪劣 在王健林看来 川商应该在商业模式 技术 产品上有独特优势 我想中国如果没有工匠精神 再过一百年 中国也出不了奢侈品 奢侈品不是说 它的产品的价格 它的主要就是 它的质量 它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 作为新时代川商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种精神 就是尽量给社会生产 高质量 至少是合格的商品 对社会做一个有贡献企业 订阅 贼量 谢谢大家